馬來西亞前朝政府盜用一碼基金 數十億美元資產的貪腐醜聞 在2016年官員訪華時還在不斷發酵 當時中共高層領導人曾提出 願意救助一碼基金 來換取中共在馬來西亞的經濟利益 而且中共還願意幫助監控華爾街日報 負責調查一碼基金案的駐香港記者 面對這一進報指控 現任的馬來西亞政府表示將進行調查 《華爾街日報》本週引述系列未公開的會議記錄 爆料中共官員曾在2016年 向訪華的馬來西亞官員獻祭 表示願意協助解決一碼公司 數十億美元的貪腐虧空案 當時出任馬來西亞總理的納吉布和盟友等人 被指控涉嫌侵吞基金資產 中方表示將利用自身影響力 爭取讓美國等國停止調查這起案件 而作為回報 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 願意提供東韓、鐵路和沙巴天然氣管 管道項目的豐厚股權 這些項目被列為中共在海外建設基礎設施的 一帶一路計畫 在短短幾個月內 納吉布就與中共國企簽訂了 價值340億美元的鐵路和管道交易 這些項目將由中資銀行提供資金 並由中國工人修建 面對《華爾街日報》所提出的這一指控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 馬來西亞前清體部長凱里表示 在前朝的政黨聯盟國民陣線政府下 內閣從來沒有討論過這起案件 他說 現任政府必須徹查 現任馬來西亞財政部長林冠英也表示 政府將調查有關報導是否屬實 截至1月9號下午 中共方面對此還沒有正式回應 而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認為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應該屬實 這麼大的媒體在這種事情上應該不至於撒謊 而且中共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以來 以行賄方式在各個國家獲取工程 推動債務輸出是它一貫的做法 馬來西亞前總理之前被抓 這個人利用伊瑪貪污了大筆錢 而且花費巨資以國家高額負債 為代價於中共實施了大量無用的一帶一路工程 那麼像前總理他做這種事情 他如果沒有利益 他是不可能幹的 伊瑪基金案是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 最大型的貪腐醜聞 伊瑪基金2009年成立後到2013年間 那幾部政府官員與內部人員多次利用伊瑪基金 轉移資金盜用資產 目前中共和馬來西亞仍在商議東鐵議案 馬來西亞現任總理馬哈迪早前表示 大馬政府將跟中共談判 尋求縮小東鐵項目的規模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會議記錄顯示 當時出任中共公安部國安保衛局局長的孫力軍證實 應馬來西亞前朝政府要求 中共將全面監控《華爾街日報》 調查伊瑪基金貪腐案的駐香港記者 並通過非官方渠道將監控資料交於馬來西亞 但報導提到現在無法確定 中共是否向馬來西亞提供監控資訊 秦鵬認為 這種事情並不罕見 他舉例 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亞洲事務官員博明 當年在中國當記者時 也遭到同樣對待 曾經馬桶裡 我以前在北京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國家安全部的人 他們的工作就是監視北京的記者 監控的手段 包括監聽監視 這些設備直接到了房間裡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這次披露出來的會議文件 再度曝光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他和其他國家的一些腐敗官員 同流合物搞在一起 不但迫害中國人民的同時 也迫害其他國家的人權和言論自由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 中共說一套做一套 他做的這些事情完完全全 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你在香港做的這些事情 就已經違反了香港的基本法了 香港它是保護人家的記者的 媒體和言論的自由的 藍述表示 事件顯示 中共從裡到外 徹底的都在撒謊 國際社會應該進一步警醒 不要輕易相信中共做出的任何承諾